好我們要來關心 這個馬錫二會呢 在今天薩武正式登場了 前總統馬英九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兩個人睽違九年再度會面 那麼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特派記者 陳向如也在現場 幫我們帶來最新的報導 向如姐好 希依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 馬錫慧呢 這一次跟2015年的時候 有些一樣 但也有些不一樣 首先的話呢 帶大家了解一樣的地方呢 是這一次的時候呢 兩個人的領帶 馬英九呢 他穿戴的是藍色的領帶 而習近平呢 他穿戴的是紅色的領帶 這個2015年的時候呢 是一樣的 再來至於互相的稱呼方面 那麼習近平呢 他是稱馬英九為馬先生 那麼馬英九的話呢 他跟習近平剛開始的時候 是稱他總書記 那麼後來的話呢 就改成了習先生 好 那麼至於兩個人 在這一次睽違了九年之後 第二度會面 到底談了些什麼 首先的話呢 那就是習近平他說 對於我們第一次見面 很多人呢 到現在都還記得 那麼現在的話呢 正值北京的這個 春光正美好的季節 那更可謂是這個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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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可謂是這個桃之夭 那更可謂是這個桃之夭的 那麼今天的話呢 北京是下雨的 但是這下的是春雨喔 一行年輕人 那麼就會爆發了很多的青春的這個感覺 好 這是習近平說的 同時呢他還說呢 馬先生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促進兩岸青年的這個交流喔 同時的話呢他還說 外部勢力的干涉 無法阻擋得了這個 兩國的這個歷史敬業喔 同時的話他還說呢 兩岸的兩岸同時中國人 沒有什麼心結是不能夠化解的 好 這是習近平呢 在跟馬英九見面的時候所說的 再來看一下呢 那就是馬英九他說了什麼呢 馬英九呢他說 首先的話呢他說習總書記好喔 他說最近的時候呢 兩岸的情勢是非常緊張的 因此呢有很多的這個台灣民眾呢 顯得非常的不安 同時的話呢 馬英九他還說 如果這個發生了戰火的話 那麼對中華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麼兩岸的中國人呢 也絕對呢是有足夠的智慧 和平的去對待紛爭喔 避免走向的衝突 同時的話呢 馬英九呢他也再次呼籲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那個求同存異 擱置爭議喔 同時的話呢 他還講到說呢 兩岸呢到現在的話呢 希望能夠不要再有戰爭 好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 馬英九跟這個習近平二度見面 我們來看看下午四點鐘 在人民大會堂在人民大會堂的現場 馬先生堅持選二共識反對台獨 馬先生堅持選二共識反對台獨 同時東方都是聯網之中 應該互助活動 治理政府性的東方 這也是 2015年 我以錫先生 會面的時候 雙方達成重要的作為 在人民大會堅持選二共識反對台獨 去年 我開始了台灣17年 學子來訪 並要大陸高校吃生回訪 兩岸大陸是那一種 自然的水滷交流 可說是 渾然天情 好 馬席二共識反對台獨 好 馬席二共識反對台獨 這一次在今天呢 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 但我們知道這一次呢 馬英九已經跟上一次 馬席會的時候身份不一樣 當時他還是總統 不過這一次呢 他連黨職都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也非常好奇 這一次馬席二會呢 規格跟維安都是如何 而且還隨行人員有哪一些呢 好的 心儀的話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哦 其實呢 這一次的話呢 他們見面的地點呢 是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哦 也不是大家之前的時候 所揣測的福建廳或者是台灣廳 那麼東大廳的話呢 他其實是大陸國家主席 來接見外國元首領導 常常用的一個地方哦 2005年的時候呢 連戰他和胡錦濤會面的地點呢 也在東大廳 好 那麼這一次的時候呢 世紀之沃再一次上演哦 那麼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時候其實北京是下雨的 人民大會堂的前面的話 這個北門的樓梯有鋪著紅地毯 但是呢 因為下雨的關係哦 所以呢 現場的人員 他先用黑布把它蓋住哦 避免這個地毯髒了 等到了這個 馬英九一行人前來的時候呢 其實剛好也雨停了 所以的話呢 地毯的這個上面的 蓋的黑布呢 也掀開來了 好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 這個馬英九呢 他跟習近平的二次會面的話呢 可以看到這是習近平第三任期以來 首位正式會見的台灣代表哦 之前的時候呢 例如像國民黨的代表夏立妍 他來到了大陸的時候 見到了也頂多是大陸的 政協主席王滬寧而已 好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很好奇 之前的時候呢 媒體呢都在寫著是 4月8號要見面 為什麼會延到了4月10號 那麼今天的話呢 馬辦有發言哦 他們就講說呢 其實從來都沒有 見面日期是8號之書哦 何來有延後呢 根本就沒有 那當然不會有延後哦 但是呢 因為基於互信的原則 所以的話呢 他沒有辦法透露 跟這個大陸方協調的一個過程 欣宜 好 我們也謝謝尚如姐 在這個北京幫我們帶來的 特別的報導 我們知道說其實這一次 馬英九跟習近平會面之後 雙方互相握手之後 其實也有跟對方說 欸 你都沒有變 那麼接下來呢 雙方就會在今天晚上 一起舉行晚宴了 這是目前馬錫慧的最新狀況